作词 & 李宗盛 作词 &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前一秒暗淡淡 信號分亂 下一秒我的世界 晴天爛爛 約定好的陪伴 短的四季變壞 有時但卻佔據 整個夜晚 夢想帶有雙翅膀 翱翔在天空之上 再讓我遠遠遙望 在摸不到的地方 我需要多一點的時間 推出夢想的天堂 多點時間 回過天真和憂傷 幻想 請給我多一些的時間 溫暖不安的心房 讓我遠距離 真的需要偽裝 哦 幻想 請給我多一些的時間 溫暖不安的心房 讓我遠距離 全都需要偽裝 哭 蕭蕭 讓我遠距離 香飄飄奶茶 十年繞地球二十圈 連起來就是世界 隱繞唇間的 是美味 留在心裡的是溫暖 對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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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是否要碰你 你也瞎說 是的 穩 你沒事吧 沒事 没事 就是玩到脚了 待会儿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那我赞你回去吧 你是不是第一次送这双回家呀 心跳得好快呀 你是不是特别紧张 谢谢你啊 不客气 那我走了 你知道啊 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吗 什么样的 像你这样的 别开玩笑了 到你玩呢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你小心点 嗯 曹飞 帮我补课吗 嗯 我今天有事儿 你去了 可是啊 你晚上要出去啊 那个 安全岛的那个李老师说他一会儿要过来跟你聊聊 你一会儿留在家里吧好不好 你钱多得没地方花了是吧 专家的话你也信 你知不知道专家都是骗人钱的呀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钱给我 我好得不得了 你说你还有几个月你就要高考了 你什么什么什么都不会 你怎么考大学呀 我会得挺多的呀 像什么 挖人墙角啊 当小三啊 天生就会 随我妈 你去哪儿啊 去死 来 死呀 阿姨 你也别太担心 有消息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嘞 休这么说 肖老师 奎之又和他妈吵架了 我要是他妈我就不担心了 他那么爱自己 一定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 那如果按你这样想的话 那安全岛已经失去意义了 达勒说得对 小萌 你接触这些孩子和家长的时候 还是需要多一些耐心的 女神 不 邱老师你说得对 我觉得他们 比你想象中的更加脆弱 知道吧 我懂了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我会再去找奎之 然后无论遇到任何问题 我都不抛弃 不放弃 保证完成任务 说得好 一定要做到啊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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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妈 我都知道你回来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心情不好 怎么了 跟我妈吵架了 不想回家 吕吕也经常跟她妈吵架呀 酒都认个错就好了呀 有时候 挺羡慕吕吕的 我什么都不如她 怎么会 你长得这么漂亮 漂亮有什么用啊 你看我 从小 都没见过我爸爸 我妈妈呢 整天就是谈恋爱 结婚 再离婚 从来都不管我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有时候老想 什么时候 我也能感受一下这样的温暖 就好了 哪怕一次 好了 一切都会好的 谢谢你啊 我心情好多了 你别客气 我们是朋友啊 可是 我没只把你当朋友了 哦 那个 你明天有空吗 我们去图书馆吧 帮你补数学 不如 我们去看球赛吧 NBA怎么样 你也喜欢篮球 不行吗 绿绿连一个队 几个人都不知道耶 以后在我面前 可不可以不替绿绿啊 哦 好 好 好吧 那 就这样 我们明天见 好 明天见 那个 我鞋带开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重新绑一下 哦 好啊 哦 还要这边 哦 还有这边 好了 谢谢啊 我要走了 好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嗯 做你们这两个也挺有意思的 真希望看看别人心死吗 我没猜错的话 你挖了你好朋友的墙角吧 说话别这么难听 明明是那些男孩 看见好看的女生的招架不住 别装了 像你这种胸胸胸 望胜的小姑娘我见多了 不如我说你啊 没有公主的命 就别的公主的病了 你以为 你这些屁话就能击倒我是吗 别作了 趁你妈还没有彻底放弃你之前 赶紧回家吧 她不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吗 你就舍得这么对她 什么是家 家是一个 你累了碰了想活的地方 但是我问你 如果你一回家 就看见门口处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你还想进去吗 我知道 我妈跟您跟你说的我不少话发 但有一件事她一定没说的 什么事 她接了六四五 这么多 像她这种 下个罗马片酱油 都会迷路的女人 缺不了男人的 我知道 所以我在生命中 就是多余的 那你爸呢 死了 你最好别同情我 我讨厌别人这样子 最好也别指望整理我 因为没人能整理我 哎 好 亲爱的 我帮你擦吧 不用了 别弄脏手 要喝吗 曹菲买的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其实 曹菲还挺纯情的 约会呢 不是去游乐场 就是电影院 你们以前也这样吗 你现在很恨我吧 你现在很恨我吧 我刚才恨你 我把你的曹菲抢走了 她现在对我很好 她现在对我很好 曹菲就是曹菲 她从来不属于我 不过我倒是知道了 原来你接近我 是因为曹菲 室友怎么样 我真觉得你可怜 可现在被甩的人是你 你怎么了 链子掉了 帮你看一下 哇 怎么会这样啊 那你今天先骑我的车回去吧 没关系 我自己推车回去就行了 奎侄 铁子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别烦我 我觉得曹菲肯定会回去找驴驴的 他俩才是青梅竹马 天生一对儿子 那奎侄怎么办呀 活该呗 小三都没什么好下手 我听说啊 他妈接过很多次婚 而且还当过二男 有其母必有其女 有其他人 他背着给我的俩 你怎么没有 不抵抗 我厉害了 每夜都能穿路 我做了 暗闻 你现在她探求不太多 老师 你看看她 把我女儿弄成什么样了 这要是生病了怎么办 这下午的课还能上吗 老师 这些校园暴力 你们必须给我严肃处理 他们家长什么时候来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样的家长 才能教出这样的孩子 老师好 你 你是 我是盔椎姐姐 我是盔椎姐姐 好了 没事了 姐姐送你回家 我妈呢 她临时有事 什么事都比我重要 盔椎 你没事吧 那个男生 你没事吧 那个男生 你们是不是喜欢你啊 你相信爱情吗 相信啊 当你有一个跟我一样的妈的时候 你就不会肯定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也不幸福 为什么 等有机会再告诉你吧 其实 你也喜欢她对不对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男生和女生在一起 不就那么回事吗 你要真这么认为 干嘛那么在乎你妈跟那男人的事啊 我没在乎 是因为她太傻了老被人骗 我不保护她谁保护她 这话听上去很感人了 其实我也不想跟她吵了 这么多年吵累了 我没在乎你 哪有的 霓芝 霓芝 你要去哪儿啊 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啊 你不是想了解我吗 让你看看我都干些什么 见识一下我是怎么挣钱的 给她一个惊喜让她看到不一样的你 大姐 给她一个惊喜让她看到不一样的你 你需要看看吗 给她一个惊喜让她看到不一样的你 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回去吧咱俩不是一国的 回去给你的吕吕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挺好的 给她一个惊喜让她看到不一样的你 看一看 看一看 需要吗 需要吗 你为什么要摆这摊啊 你们有钱人家的孩子是不会懂的 在你眼里钱很重要吗 当然了 没有钱我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我们家再有钱 我爸也回不来了 钱不是万能的 我爸是个军人 从小我就宠迈他 在我五岁那年 他被调到了西藏 有一次去山里执行任务 发生了血崩 他为了救队友 被满到了血里 再也没有出来 从小我妈一直 自己把我拉扯大 他一直念叨着 想去西藏看看不完 但是他高原反应得很严重 所以打起来我就有个愿望 我想去西藏 我想刚刚毕业后就去 你 你 能跟我一起去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只知道 我讨厌承诺 给他一个惊喜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 需要吗 看一看 嗯 我们这儿还有很多款式 给他一个惊喜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 过来看一看吧 给他一个惊喜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 大姐过来看一下 过来看一下 给他一个惊喜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 过来看一下 大姐 大姐 看一看吧 大姐 过来看一下 给他一个惊喜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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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看一下 大姐 过来看一看 曹飞是个很有分寸的男孩 也许有一天 我会被他感动 真正爱上他 但那是以后了 我很享受现在的状态 一切 皆在我的掌握之中 只是我没有告诉他 其实 我很想陪他去洗澡 又一枚恩属于所有症 喂 你有没有任何在庭啊 有啊 又一枚恩属于所有症 这是什么 家长通讯录 老师让我帮他做一个赛号表格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能借我手机用用吗 我得被我妈没收吗 可以啊 我得你拿去用就好了 谢了 那我们继续讲题 恩属于所有症的自然数 你怎么还不睡啊 慧之啊 你怎么还不睡啊 啊 我 我要睡了 你不睡了 你不会睡觉 我说好 小肖的突然 想我会睡觉 好 作曲 李宗盛 黄黄的街道讲述秋天 羞涩的他 开朗的你 我们又过了一年 不理解未来他有多远 只将梦寻写在心里面 他的幻想 谁能理解到永远 青春只一瞬间 何必争夺世界 让甜美笑容刻在这季节 青春像池塘漣漪 轻轻地 慢慢地 将我们 推往那远方 潜藏心中的梦想 有时会 胆怯受伤 后知后觉的礼物逞着 任求风唤醒无眠的窗 人 却无风唤醒无眠的窗 人 却无风唤醒无眠的窗 我当时那个阶段 我觉得我自己跟同龄人差别很大 因为没有安全感 我很难去相信一个人